大家好 今天2021年9月27日星期一 继续有我周天慧 在今天焦点和大家讨论时事热话 今天有两件喜事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已经成事了 大家在这个周末都会知道 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 受困在加拿大将近三年 在无畏无据的坚毅抵抗霸权之下 终于战胜了美加海船归国 孟晚舟在2018年12月 美国政府无理地指控她 犯了欺诈罪而作出通缉 加拿大警方就应美加的司法护助要求 拘捕了准备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 之后一直展开了一个漫长的引渡聆讯 近日有报道指 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的代表律师 商讨认罪的协议 他们要求孟晚舟认罪兼赔据款 美国会终止对她的引渡申请和撤销 刑事诉讼 意思是让孟晚舟回到中国 不过有媒体引述 就是说检控官David Casler 他就指说 其实孟晚舟获延期 起诉协议里面 只是需要要求她 由现在去到2022年的12月之前 没有违法 那她便可以获得撤销控罪 内地亦都有 不同的媒体也有先后发表评论 他就说孟晚舟是没有认罪 华为公司亦都不会接受 巨额的罚款赔偿 或者任何赔偿 指这件事是一个正义的底线 大家会觉得 今次孟晚舟不认罪 不赔偿 而获得放她 差不多成三年了 我们其实看到些什么呢 是否大家都会在猜测 其实美国是否想在修补中美关系 踏出的第一步呢 上一届这个神经的总统 Donald Trump 就做过无数不合常理的事情 最紧要就是要打击中国 令到中美关系陷入一个谷底 去到今时今日 和中国的关系恶劣 其实说真的就等同和自己过不去 拜登政府是不是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就想为特朗普去补获 当然不是为特朗普补获 是为他的上一任为美国补获 相信今次孟晚舟获释 都似乎是计计拜登在决定阿富汗设兵之后 似乎应该都好像是想补第二个祸 当然了 孟晚舟这三年以不屈不扭的坚忍精神 才可以赢到这一场持久的战 绝对是我们14亿中国人的骄傲 好了 这件是一件已经成了事的第一件好消息 第二件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未成事 但好像已经开始有些曙光的另一件好消息 就是香港和内地通关了 我们新任的政务司司长尼家超 昨天就带队到深圳 就和内地的代表去会面 就防疫抗疫策略和恢复通关的事宜 作一些详细的交流和交换意见 今次的会议就会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副主任黄柳权去主持 港府就引述黄柳权表示 他就说中央政府很重视特首提出的通关要求 所以今次就组织了去对接会议 港府也表示会在会议上 各代表就会介绍一下两地 就是疫情的形势 抗疫工作的策略和政策措施 内地专家都会很认同 香港的抗疫方面的努力 也都肯定了目前疫情清零的形势 其实如果大家有少少印象 其实去年年底 当时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也都曾经带队 对于北上商讨通关的问题 不过就很明显 大家都看到是没有成果 今次我们就换了李家超上马 其实大家无论是市民 或者去到政府或者建制中人 大家都对李家超很有信心 会觉得可能他 李家超会不会是给上一任的政务司司长 更加清楚中央对通关的要求 就是希望他在沟通方面 会做得更好 我自己就觉得 这一届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就比较贴地 他对市民的要求更加了解彻底 亦都更加贴地 所以成功机会应该就会高很多 其实说真的 香港人的抗疫努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今次真的很希望你能够 可以帮香港和内地早日通关 亦都等你的好消息 我们专个话题 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了之后 很多政治组织不是解散就是归宿 民主党都不例外 虽然它有很多骨干的成员 要是坐牢 要是还押中 立法会议席亦都一铺青袋 今天区议会议席 都是十去其九 对未来 其实是否继续去参选呢 今年五月的时候就决定不了 就说要开大会 由党员去决定 去到昨天 终于大家等等等到开大会了 最终决定是怎样呢 都是决定不了 好 要留给这个中委去决定 大家想想 一个政党 你不参选从政的话 其实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 难道真的好像他们说的 就纯粹为社区服务吗 如果你决定不参选 说真的那句 你都可以拖了几个月都决定不了 会又开了 表决又表决过了 最终竟然说由中委去决定 十月尾就是新一届立法会的提名期 民主党到今天都还没决定到参不参选呢 泛民第一大党 大家都只能够说是一个笑话 就算民主党说参选 都要看他们能不能入门 他们的选举纲 又能不能够符合到 爱国爱港的大原则 今天其实刘少佳都已经提了他们 就说你一定要符合到 你们的纲领一定要符合到 爱国爱港的原则下 你们才没有说到那么白 叫他们看一看自己的纲领 如果真的有人要参选 但我们看回在反修例黑暴期间 民主党站在黑暴那边 和政府对着干 和爱国爱港似乎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他们为了参选而改变 党的方向原则 和反中乱港分子去割席的话 那还是不是原本的民主党呢 说真的一句 就算选委会给你们入门 你们改了纲领 给你们入门 你们又有票被你选出来了 那我想问一句 其实你们代表泛民的第一大党 反对派 叫做反对派 你们是不是真的做到 爱国爱港的忠诚反对派呢 这是一个疑问来的 其实大家都没有很深究去研究过 被你入了做立法会议员 你们又会不会有些事情 全部是不敢好像你们的政纲 或者是怎样去说出来呢 究竟你们还不做到 一个爱国爱港的忠诚反对派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怎样都好 十月底大家就知道究竟 民主党会不会有人参选呢 选又难不选又难 大家又拖拖拉拉了这么多个月 最终又说民主 跟着现在又说 如果你要参选呢 就要给一些中委去决定 你可不可以参选 那我都不知道其实怎么样 是第一大民主党 那不如快快脆脆解散了它 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是不是 好了今天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